大家好,这次课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Untype系统的一个存装 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两个绘画的状态是这样的 就是说当我们一套新的存储呢 我们把它开箱上架加电之后呢 摸认啊它都是有系统的 系统呢也也做了一个解包 解包之后呢 它就会让我们去配置两个 两个控制器的HA和它的一个Cmod的一个cluster 就是你要去配置集群嘛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 呃客户的环境有指定的这个Untype系统的版本 跟我们出厂的这个配置是不一样的呢 这种情况很常见啊 那我们就需要去什么 微信store我们的Untype系统 那这一节课呢我们就来讲一下怎么去 微信store啊 那我们正常看到我们家电之后的两个控制器 起起来之后它是没有什么 它是没有cluster的 我们要去配置这个cluster对吧 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界面 就是配置的界面 我们可以怎么 我们分别登到两个 通过SP登到了两个控制器的这个系统解包的界面 我们就按Ctrl-C 对吧 那那我们这边也也来一个Ctrl-C 好OK 那Ctrl-C之后呢 它会让我们输入用户名 就是admin 没有密码啊 密码为空 然后进来了对吧 然后admin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load show 那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状态就是一个很原始的状态啊 我们看一下啊 它没有主机名对吧 它给你说了它的这个型号是吧 是2240嘛对不对 然后呢这是两个头啊 这边也是2240 OK 那在这个下面呢 我们要去做系统啊 我们要看一下当前的系统的版本 我们看一下 对吧 Version 对吧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系统是 比如说是9.4P6 对吧 那如果我们要去 客户指定说 哎我不要P6的版本 我要P1 比方说P3的版本 或者9.3的版本 啊 Anyway啊 就是说这个版本不匹配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也是 对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Version 对吧 这里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当前的一个系统的内核的版本啊 第一个就是P6 对吧 就P6的OK 好 然后呢 呃 这边也是一样的哈 就是Version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内核的版本啊 这里我要讲一下这个Version和Version-B啊 我们其实也说过哈 呃 这个呃 Version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的硬盘里面的 那我的硬盘里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系统的版本是多少 那减币是什么 是我的Boot-Dies 就是我的SD卡上面的 呃 那个卡上面的内容啊 它的Kernel的版本 也 那个卡除了放这个Kernel来引导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放我们的引力几 对吧 OK 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呃我们的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到本地节点哈 Version-Load对吧 诶 Local 那你这里呢也是可以到本地的哈 比如说我们Disk-Shield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Disk-Shield的状态哈 减V 对吧 那其实呢 从这里看到的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哈 我们有两个System ID对吧 就是我们主板上的系统ID 这个系统ID呢 我们的盘已经划分好了 你看到没有 它都是用ADP高级分区 对吧 我们我们上上一节课讲过哈 初始化的时候讲过 它都会给你什么 呃就是按基数盘给到我们的A控 然后偶数盘给到我们的B控 然后呢 呃分两个区SaaS盘SSD呢分三个区 对吧 然后呢最后一个分区是什么 是系统分区 前一个分区是什么 就是前面的分区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比如说P1就是我们的数据分区 P2就是我们的系统分区 大概是这样的哈 其实这里已经划分好了 说明他们已经完成了初始化 对吧 OK 这是我们在什么 没有创建集群的节点上面看到的状态哈 这是两个节点 OK 那那这边也是一样的哈 你可以OneLoad 是吧 然后Loker 他们本身就是单节点的啊 现在 然后DiskShow -V 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状态哈 OK 都是一样的哈 两边看到都是一样的 只是他没有什么 没有去配这个Cluster Setup OK 好 这个状态下呢 我们就把它什么 把它夯掉 是吧 夯掉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Loker夯掉 夯掉之后我们要去什么 我们要去装系统 对不对 重灌系统应该说 是吧 夯掉 这个时候不用加任何参数啊 因为它是它没有集群的嘛 然后它就会什么 就会重启 对吧 OK 到我们的什么 到我们你看 它就开始load这个Curner了 对不对 这个Curner 那这边也是一样啊 这是loadA 这是loadB OK bootEntreMelo 就到我们的什么Curner里边的 到Curner这个阶段里边 它会显示一个什么 一个 一个 bootMelo 就是一个菜单 这个菜单呢 可以有很多选项哈 1到9 然后呢 4是我们的重新出手画 然后5是我们的维护模式 然后9是我们清除什么 清除我们的这些 adp的磁盘分区 以及相关的一些磁盘的owner OK 这里要等一下哈 我们还是暂停一下 来到了我们的bootMelo 这个bootMelo存在于哪个阶段呢 是存在于我们的SD卡 就是我们的那个bootDevice 那个小卡 上面的一个引导的 出来的一个状态 OK 如果那个卡坏了 就没有这个bootMelo 只有letboot 就是通过网络来引导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是从Upan引导 从服务器哈 就类似于这种哈 但是这个这个SD卡 是在我们控制器内部的 那我们要选什么 我们要重装系统 我们选7对不对 我们可以选7 好 yes 然后呢 他让我们去选一个什么 选一个 你从哪一个口嘛 那我们的管理口是10M 我们接了网线到交换机的 是吧 我们就选10M 那M是大写啊 那这里选什么 他说你要重启 去上这个配置来生效 对吧 他这里说的 rebooter for this city 你知道吧 take effect 就是要重启生效 OK 我们选Y 对吧 他就重启了 对吧 然后呢 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哈 选7 然后选Y 对吧 10 也是一样的 10M 选Y 就是重启生效 我们就选中了10M来做我们的什么 我们重装系统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 首先你要把它接到我们的网络里面 局域网里面对吧 那跟我们的某一台笔记本 可以在网络里面进行二层的通信啊 在同一个什么 Vline里面吧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重启 那重启之后呢 这边哈 我讲一下 这边是我的一个虚拟机哈 我在这一台虚拟机 跟我们的存储呢 其实是在同一个网段里面 我已经下好了什么 9.4P3的一个镜像哈 在这里哈 这个镜像在这里 那实际上呢 他这个重启之后呢 他会做什么呢 他会做一件事情哈 就是说 他会让你去配这个10M的IP 对吧 那我们的存储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下载镜像的客户端 对吧 那反过来呢 我们这台虚拟机 或者某一个笔记本呢 就是我们的http的saver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要开启一个是两个条件哈 第一要有这个系统镜像 对吧 第二呢 就是要有这个http的 这个服务 这个服务是一个小程序哈 一个绿色的小程序 那我们把它开起来哈 那显然呢 显然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小树页哈 这个是http server哈 你看呢 这里http server 他跟我们这个镜像要在同一个什么 同一个目录下面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镜像的这个名字哈 我们的名字 我们看一下他的名字 ok 稍等一下 哎 这边呢 就已经到了我们重启之后的10m的这个界面哈 我们要配一个什么10m的ip哈 我们配一个1961686点 嗯 比方说29吧 对吧 29和30嘛 我们配 然后沿码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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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网关是196168.6.1 然后呢这个packing啊packing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找这个镜像哈 你看这个镜像的名字就叫这个对吧 呃我看看哈 94p3 然后下滑线nod loader是吧 nodar对吧 ok我们看一下啊 好 我们就要在这台机器上面哈 我们来输 我们输这个http server的这个路径哈 196168.6点 他的ip是42哈 谁干过什么 94p3 然后下滑线 nodar.tgz 就这样的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哈 因为你是在两个 两个控制器上都需要去下载这个东西是吧 下载这个我们on-tap系统的移密集 ok 回车 好 这里是if any yes 回车就可以了哈 然后他会去建立这个链接 你看到没有 他这个时候呢 就会把什么 就会把这个镜像从我们的这个http server上面呢 就这里哈 就这里这里 这个http server我们已经开起来了嘛这里对吧 就这个我光标的位置哈 他会去把这个镜像给下载到什么控制器的本地 对吧 下载到本地 本地哪里呢他会放在这个sd卡就是我们的boot device上面 这就是其实我们重装镜像就是把这个镜像从什么http server 上传到什么上传到我们的存储上面去或者说对存储来说就是下载嘛对不对 这是反过来的就角色而已啊这边也是一样的哈另外一个控制器也要去做6.30 然后呢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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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网关 1.1 好我们把它 复制过来对吧 那他也同样从这个http的sd server上面去下载我们知道吗 指定版本的on-tape系统的引力几镜像 好yes 好这个时候呢他也会把这个系统呢先是download的这个packing是吧这个镜像 download 到哪里呢就到就在我们这个控制器本地的sd卡里面就是我们的boot device里面 ok 你看他还在download是吧 这边也在download那我们暂停一下啊 有一个节点已经download的完成了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他在什么 他在解包对不对 解包到哪里呢 他在解包到你看我光标的位置哈 他在解包到我们的什么save卡上面其实save卡就是我们的sd卡嘛就是一张卡嘛就是在控制器上的一张sd卡是吧 就解包到我们的save卡上面他把这个引力击解开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对吧 然后呢这边也在什么这边也在上传上传 就是解包嘛就这两个过程你看到没有 他就检查这个包对不对 检查之后呢他就把他什么解开跟这边一样的哈 就解压到我们的sd卡上面去 这就是我们整个通过什么通过网络来重装我们的一个一个hdb server 来重装我们的什么 系统的untype系统的镜像到指定的版本 稍等一下啊他还在解包 好我们暂停一下 我们两个控制器哈两个两个节点上面 都进行了这个什么 系统镜像到我们sd卡的一个上传解包 那完成这个过程之后呢他就需要我们什么 用新的这个软件哈来 默认启动我们的这个 控制器对吧那我们使用y对吧ok 然后呢他说启动之后呢用新的软件对吧去reboot 这个每个节点都是这样的哈肯定也是y 然后他就会重启对吧 那反过来这边也是一样的哈 你要用新的 来新的这个安装后的镜像哈来启动我们的 这个引导对吧 先通议是启动新的corner嘛对不对 好这里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启动之后呢 你看他正在启动哈 我们讲一下 这个启动之后呢因为 先前的话旧的 旧的系统版本啊他已经 其实他安装系统有两个过程啊 第一个过程就是你是从hddp呢 把这个镜像安装到哪里 安装到我们的sd卡里面 然后呢 再进行初始化的时候呢 就会什么 就会把我们这个镜像哈 再安装到我们的什么 我们adp的十番分区里面 或者安装到我们的硬盘上嘛就是 对吧 那安装到硬盘呢 你现在是新的版本了对不对 以前是老的版本嘛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要Ctrl C 对吧 那Ctrl C 来进入我们的 刚刚看到的那个boot menu 然后去把什么 去把老的这个 十番分区 你看我们Ctrl C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的 要Ctrl C 要进到我们的boot menu 就是引导菜单去选我们99 9a去把我们以前的哈 就是基于我们以前系统的这些 呃 磁盘的高级分区 以及 呃我们的磁盘的什么 这个owner 全部给干掉 然后呢进行重新初始化 把新的系统从我们 SD卡又解包到什么 我们的 硬盘上面去 就是解包到我们的 ADP的分区 对吧 磁盘分区上面去 其实是从SD卡 一直要什么 要重装到我们的硬盘 是两个过程啊 我们现在的只能 只做了什么 只做了第一个过程 对吧 只做了这个到SD卡的一个 重装 我们还要去 重新初始化一下 我们的磁盘 对吧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要过来哈 你看两边都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要选择什么 选择9 对吧 进去之后呢 我们要去把我们的磁盘 的这个 分区 和owner ownership全部干掉 干掉之后呢 我们还要选市 对吧 就是这个市 重新初始化 和配置我们的什么 磁盘 把我们的系统 从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SD卡上面 然后 安装到我们的什么 硬盘上面 就是我们的系统跟分区嘛 对吧 OK 好这边也选9 也起来了 选9之后呢 我们会到那个 你看9是什么 这里我关掉的位置 配置什么 adp 高级的磁盘分区 对吧 我们其实上一节课讲过 高级磁盘分区 都是针对大硬盘的嘛 因为我们要用小的分区来装系统 大的分区做数据 对吧 OK 这里要等一下 稍等一下 大家看到这里啊 其实 其实就这 这边都有看到这一行 就是说你当你重启之后呢 你看我光标的位置 这个on tape系统的kurner版本 已经发生了改变 对不对 从9.4的p6 到了9.4的p3 对吧 版本已经变了 对吧 这个我光标的位置 好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要选什么 你看我们要选9a 对吧 去清除我们所有磁盘的这个分区 以及它的什么ownership 全部删掉 好这里选yes 那同样的呢 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点也是一样的 9a 对吧 然后yes 因为你要用新的系统 这个 我们上传到我们sd卡的系统去什么 去 初始化我们的什么 整个的硬盘 对吧 所以说呢 这里呢 你要把先前的硬盘的这个 分区以及ownership全部删掉 对吧 那删掉之后呢 你看这里就是什么 分区已经被成功的什么 unpartition 就是已经没有了 然后再移除什么 remove我们的什么discownership 是吧 就两步嘛 好这里如果移除成功之后呢 我们要返回去做4a的 4的操作 4a 就是我们要去清除我们的配置 因为我们配置是基于以前的 版本的系统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要返回 我们输过9亿 返回到主菜单 对吧 然后返回之后呢 我们这里输什么 输4 4是什么 清除我们的配置 对吧 clean configuration 对吧 然后重新分配我们ownership 以及初始化我们的磁盘 和 初始化磁盘这个什么 这个 系统分区给我们的什么根卷 对吧 装系统嘛 这个时候就装到哪里了 就装到我们的硬盘上了 从我们的SD卡 OK 我们选 这里两个Y哈 它会让你确认嘛 对不对 数据都被干掉是不是 好这里就开始什么重启 进行初始化 对吧 然后呢 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哈 那我们又输9 9亿 对吧 返回主菜单 然后输4 然后呢 两个Y对不对 清除磁盘 零化磁盘 确认数据不要了嘛 对不对 好然后这个过程呢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正常的初始化的过程哈 其实整个过程呢 是说重装系统 对吧 先第1个是重装到哪里 重装到SD卡 第2步呢 重装到硬盘进行初始化嘛 把硬盘的先前的配置都干掉 对不对 通过9A 然后 又到4 对吧 boot menu的第4个选项 然后去重新配置 以及分配磁盘的这些什么 ATP分区 对吧 然后这样过来之后呢 他就会进系统 是吧 进系统之后呢 又到我们那个什么 最后一步嘛 就是我们的cluster setup 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每个节点 还是什么 还是localhost 就是一个本地节点 他没有HA 他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cluster 对吧 OK 这就是他的整个一个过程哈 你看 他又重新加载了哈 我们 你看现在是 刚刚我们看到是9.4P6嘛 我们现在是9.4P3 OK 他就开始什么 开始做一些磁盘的一些重启嘛 重启之后做磁盘的一些零化 对不对 我们暂停一下哈 那我们看两个头哈 两个头都在什么 都在wipe我们的file 就是清除我们的控制器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开始什么 你看 他就开始加载嘛 对不对 去干干掉这些 相关的一些硬盘的信息 corner的一些东西哈 HA的连接 巴拉巴拉 然后他会去 去做一些 比如说他去找partner嘛 找对端 然后形成一些 去写他的这个 硬盘的 System ID 对吧 我们硬盘是要归属于两个节点嘛 因为我们 LitHub的纯属是软正列的嘛 是基于控制器的系统的 那硬件正列是基于什么 是基于我们的正列卡的嘛 像我们服务器对吧 OK这是有不同的哈 我是讲一下哈 OK他在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初始化的过程对吧 你看 开始 你看这里的过程就是 第一次partition嘛 对不对 他开始分区了吧 给赤盘分区 然后给赤盘创建什么 System ID 归属于两个硬盘 两个控制器啊 就是所有的硬盘 然后我们基数槽位的盘呢 就归A控 那我们的偶数槽位的盘呢 就归B控 然后呢 它分成两个SaaS盘 分成两个分区 P1是系统分区 P2 P2是系统分区 就最后一个 P1是数据分区啊 我说错了 P1是数据分区 P2就最后一个分区 是我们的根分区 就是系统分区 他就在做这些 这些过程了 OK 那我们暂停一下 9.4以后的系统 它初始化就很快 大概就是 三五分钟就完成了 那完成了之后呢 到这里呢 就进入我们的 Cluster Setup的步骤了 这里我就不讲了 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面 我们讲了整个存储的一个 Cluster Setup的一个过程 这里就不讲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Ctrl-C 对吧 Ctrl-C之后呢 我们看看这里 两边都Ctrl-C一下 就推到本地 检查一下 它的这个磁盘 以及它的这个状态 我们看一下 还是Admin 空密码 然后呢 这边也是 Admin 空密码 两个头 然后我们看一下 VerseVerse 对吧 我们现在的系统就变成了什么 你看 9.4P3 我们以前是9.6 对不对 9点 不是 以前是9.4的P6 对吧 那现在就什么 把系统给降下来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过程呢 是什么 是前提是干掉所有的数据 对吧 那实际上不存在干掉数据 只是我们做 初始化部署的时候 客户要指定一个什么 操作系统版本 我们要把它降下去 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数据 对吧 OK 这边看一下 也是一样的 两面的版本都一致的 9.4P3 然后呢 Verse-D 对吧 对吧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我们看 你看 这里有也有9.4的P3 OK 一样的啊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如果现在要做要做初始化怎么做呢 就是cluster 对吧 然后 setup 我们又回到这个什么 又回到这个什么 yes 对吧 我们就往下面配置我们的 集群对不对 这个上一次课 我们有讲 cluster setup 两个节点对吧 一个一个节点create 一个节点join 对吧 我们就形成一个 两节点的这个cluster simo 对吧 好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就讲了 重新 在我们安装 部署的时候 重新 安装我们的系统到指定的版本的一个整个的操作 OK 好 谢谢大家